其中一个很现实的例子,就是肖战王一博,还有龚俊张哲瀚,虽然说到肖战和王一博两人,他们现在也算是话题度很高的了,肖战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起火了,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网络暴力而停滞不前,但下半年事业出现转机,同时商务和影视资源全部回暖,他的实力再次为人所知。 在最近的一个月里,肖战连续三次代言,一次是眼镜,一次是扫地机器人,以及一次是李宁之前的一次,而且王一博也在这段时间内,官宣了几次代言,具体有什么小编也不知道,具体的我们还是看图吧,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,王一博代言的logo也很多,和肖战估计真的只是数量差距而已。 肖战的代言人虽然不多,但仍然名列前茅,王一博的代言人也不少,他仍名列前茅,小编注意到,这张名单已经很长时间了,没见过王一博的第一名,就像万年老二一样。 然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直观的名单,大家可以看出,这个名单出现了很严重的偏差,这个偏差是经过计算的,你们也许不相信。 肖战占据了很满的一个进度条,小编看了一下数据,94.2%,其他百分比剩下的几个艺人评分。 王一博的代言很多,大概看过二十多个以上,对于艺人来说,七八个就够了,但王一博的代言很多,早已达到饱和的程度,而且歌迷的购买力也随着代言的饱和度逐渐沉淀下来,自然也无法再有其他的经济力量去承载这些代言。 所以与肖战相比,歌迷的购买力就远远落后了。 另外大家也会发现,肖战粉丝的购买力非常强,几乎所有的代言都是抢票大战。 如今,网友们也纷纷针对两人的数据展开讨论,很明显,肖战在代言品牌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质量问题,所以粉丝们也会酌情购买,但是经济实力和购买能力依然很强。 而且,王一博目前代言的基本上都是快销品牌,或许也快到续约期了,现在就看王一博在这方面如何选择。